朋友们好 我昨天立了个志向 决定今后要学炒菜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 今天就做一个简单的 先吃个火锅吧 吃火锅虽然没法考验我的手艺 但是考验我的洗菜和切菜 今天就整一个简单一点 现在开始洗菜 今天的食材主要有川粉 还有火锅底料 冬瓜 一块年糕 小青菜 菜花 还有香菇 一块豆腐 这是今天唯一的一块肉 当然还有我最喜欢的土豆两颗 得亏我们二哥 昨天给我送过来点菜 不然的话这两天就得 要吃方便面 好 把小青菜一洗 小青菜洗好了 把年糕一洗 年糕洗好了 豆腐也是简单的 泡一下去好了 豆腐洗好了 再把香菇 还有冬瓜 也洗 香菇洗好了 冬瓜洗好了 再把这个羊鱼也刮 这个羊鱼可是每豆腐 蒸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再把两颗羊鱼一淘洗 羊鱼洗好了 最后再把这两根青香菜也洗 香菜也洗好了 菜就全部都洗好了 现在开始准备切菜 这个羊鱼一切 这个羊鱼可以 虚微的厚一点点 好 羊鱼切来了 现在切多瓜 这个多瓜要咋切呢 还是第一次切 多瓜就 一粉四半吧 然后就切成片吧 小皮了吗 小皮了吗 都怪小皮了 我不知道 要去形了吗 去形啊 哎 我不知道 来 砸个头发 拿烧子把这个形去崴掉啊 是这样 这样崴的不是要多少 还是有老婆的指导 那就没有啥是不会的 是这样切片 是不是啊 火腿肠切上有这么 三分之一就好了 这个台下 下回吃 菜呢 就全部都切好了 现在开始准备调个料碗 现在把小菜和蒜一起 大辣 小一切 太厉害 压力 一个一个 我就这样切 把蒜沫倒在盆里面 然后再倒点辣椒油 再倒一勺芝麻酱 再倒入醋 海鲜酱油 再倒入蚝油 再倒点芝麻香油 现在搅拌起来 现在搅拌起来 准备吃咯 下菜 下菜应该成鸟鱼 老婆 搅拌起来 搅拌备好了 好吃啊 你感觉我今天躲备的火锅怎么样 小倒霉吗 小倒霉 就是没有鱼虾 咱们的菜比较朴素一点 好的嘛 咱们进来吃菜 哦 我给咱们放上电视剧吧 咱天上做什么节目 我们再放个百家假摊 那就行 我就放 脚害五弟这一段吧 咱俩都比较感兴趣这一段 好 那么围绕孩子之后 在这几个女人之间 会进行怎样的争斗 好 哎呀 这个味还香的啊 好吃啊 可以吗 我又抓紧吃了 顾不上说了 大家新年快乐啊 拜拜